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现在呢 年呢 也基本上呢 是过完了 我们呢 现在呢 也开始发芒果了 可能呢 朋友们呢 对这个芒果呢 有很多的疑问 所以呢 今天呢 我呢 就给大家来呢 来介绍一下 我们呢 现在呢 店铺里面呢 有 中芒果和大芒果出售 哪一种是中芒果 哪一种是大芒果呢 来来来 三两多到五两多的呢 算是中果 六两以上的呢 就算是大果了 你别看这个 小手一个呢 它这个呢 都有三两多了 看 这个呢 是大果 就差不多有 你看 姜姜八两 还有一种呢 更加小 算是小芒果 这种呢 我们呢 就没有上架 太小一个了 其实呢 我个人呢 更喜欢吃这种 中芒果 因为呢 芒果呢 它也有公母之分 这种中芒果呢 它是公果 但这种大果呢 它是母果 母果呢 它的 它的 它的果核呢 是可以拿来 巴克亚 是可以拿来种的 来 我呢 给大家开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像这种 中国呢 它的果核呢 就比较小一个 像这种呢 如果呢 再留多两个天呢 会更加的好吃 好 现在呢 再开一个大果 来 会比 来 会比一下啊 看 啊 这个呢 就是中国的果核 这个呢 就是大果的果核 它呢 也叫母果 它为什么中间这里这么枯呢 它因为呢 它里面呢 有一个胚胎 它呢 就是可以 呃 可以预成果苗的 我们的芒果呢 都还有一个像这种胶套的 防止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呢 会刮伤 然后呢 我们呢 每一个包装箱里面呢 都配有一张这样的 日教大家怎么吹熟这个芒果 每一张里面呢 都配有一张纸 它们如果木桶呢 木桶的话呢 就照着这张纸上面 来操作呢 呃 比较好一点 刚才呢 我呢 都已经说明白了 因为呢 我们发这个芒果呢 都是七八成熟的 所以呢 是这样子的 呃 偏远 必须呢 我们呢 是用这个泡沫箱来给大家发货 如果是近一点的地方呢 我们呢 就用纸箱 还有 朋友们 如果是偏 就是你们当地 如果是太冷的话呢 可能呢 这个芒果呢 就熟的比较慢一点 如果是当地的温度呢 比较高的话呢 这个芒果呢 就熟的比较快一点 朋友们 收到货之后呢 就拆开来看一下 先捏一下 如果是远的话呢 就可以吃了 如果还是硬的话呢 就先留起来 如果加一头有苹果 或者香蕉的话呢 用一个进去 它呢 会熟的更加快一点